這個面會熟嗎 2015有三次水星逆行 老實說他幹嘛自己提這個 不是很尷尬嗎 水星逆行會造成人的思想混亂 所以在家人好友之間 常常會有巨大的衝突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這樣沒有意思 掌管人際溝通的水星 逆行起來威力有多大 光看2015年 演藝圈裡的變動大風吹 就可以感受得到 2011年 宋敏晴 李玉芬 跟郭雪芙 族稱Dream Girls 號稱要挑戰女子天團SHE 但泡口還沒向外 三個人的餘量情節就傳聞不斷 你們兩個的衣服 也都是同一個色系 只有李玉芬是黑色 這樣不會 好像妳們是 其實還好 差不多 你們都加很多 妳為什麼把一隻挑撥 他們團員的感情 我知道他們幾次 我們媽擠啊 對啊 所以最後能為了 以示真心 我要來叫你們玩 不好意思 Dream Girls即使親得再用力 也斬不斷不合傳聞 2015年 團長宋敏晴 甚至在臉書上投自爆 被郭雪芙力挺的經紀人排擠 讓不合傳聞浮上檯面 大家一路上走下來 都是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辛苦的 人與人之間相處 難免都會有一些摩擦 其實我比較不希望 就是私底下的東西 搬到我檯面上來 對啊 我不喜歡炒新聞 一成團的時候 其實是李玉芬在那中間 後來因為郭雪芙 他演了電視劇 紅了之後 就後來的他們的MV也好 或者說唱歌出來上晚會表演 又變成郭雪芙要站在中間 團體成員鬧翻實有所聞 畢竟可以當同事 不一定有緣分當密友 只是2015年 兄弟鬧翻的也不少 海滅以前是一條衝 無法就離開在胸口 睡一刻流星 能讓愛耍帥的周董 甘願在自己的MV裡頭 化身司機小弟 被遺址氣死呼來換去的 或是好兄弟 怎麼可能辦到 那時候沒有那種 所謂的什麼製裝費 像上面有給你製裝費 造型費 那時候就是穿他們穿過了 對 因為他的出專輯 大家都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們 他在沒出專輯之前 他也幫我們寫了很多歌 以前我們也一起寫歌 那就是在這樣的感情 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才子 然後就等他出專輯 大家就想要 你沒有認出 有沒有想到他會紅 想說會紅 但不會紅成這樣 從同事當到兄弟 周杰倫跟劉根紅 交情好到鏡頭前 虧兩句沒關係 這是我搬出來 十年前的照片 沒有 他有點害羞了 因為很久沒怎樣 在跟紅這個健身房 我們要好好練 練到電影開拍 好不好 天王光環 借好有宣傳使用 也無所謂 劉根紅出專輯 周杰倫不只寫了六首歌力挺 還借用自己歌的MV劇情 下海又倒又演 第二個舞台 兩個人 相守直到白方 萬萬飄落的風 也像失眠 會紅 萬萬 會有煙 在東邊拉至街 愛你這一世界 兩港拉至中 我的眼淚 但就嫌疑的周杰倫 卻在2015年罕見的 公開抱怨劉更宏 周杰倫卻透過經濟公司表示 這家位於上海的JCFA 周杰倫根本沒有投資 經濟公司要求撤下 否則將提告侵權 我怕大家誤會說 這是我開 我又開了一個什麼 其實沒有 照片好像有點 太多了 弄得好像很奇怪 很像是 我覺得怪怪的 雖然有些小摩擦 但周杰倫說 還是會繼續挺劉更宏做事業 畢竟兄弟嘛 說開了就好 只是演藝圈裡頭 有些恩怨 就算是兄弟也難化解 第五十屆金鐘獎頒獎典禮 正式開始 羅志祥 黃鴻燊因為合作娛樂 百分百結緣 主持了十年 培養出絕佳默契 終於在2015年入圍金鐘獎 這也是在這一年驚爆 兩個人其實早已斷了兄弟情 我沒想到我這麼挺你的一個人 我一上廁所 我聽到的缺失 OK 我認 我開玩笑了 你聽不出來 聽不出來 我跟你的交情 你覺得 我會這樣子弄你 對 網路上盛傳 這一段在節目上頭開槓的影片 就是兩個人失和的原因 也是這段影片讓黃鴻燊 一夕之間忽然被羅志祥的 兄弟團Party Boys出名 官方說法就是說非常開心 他們幫我上演一場 非常精彩的正年秀 那我的回應就是夠了 夠了 夠了 那個觀眾也不見得愛看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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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聽老師說 老師說他幹嘛自己提這個 不是很尷尬嗎 而且大家都是好朋友 為什麼要去提這樣一個問題 我不想要再多說有關他 跟他的任何事情 對 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見面 沒有撕破臉 也沒有 都沒有 其實不像大家想像的就是 我們好像已經是敵人了 沒有那麼誇張 好朋友不簡單 不簡單還是想擁有 所以珍貴 誰叫你是我朋友 就算你傷心 還有我 這樣才是真朋友 只要你開心 那就夠 每年都有三次的水星逆行 2016年甚至還有四次 如何在夜市稍稍停滯的時候 化阻力為助力 抓住人緣 勒住人心 就看你如何用心了